房车上要不要配一个发电机呢 大家好 关于发电机的问题啊 也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以前呢也讲过这个事 但是呢没有系统去讲 话题是怎么来的呢 也是我那位朋友 他呢问我 去不去看发电机呀 我在哪看 他说在三厢看 于是我就跟他去看了 一般情况下呢 他说要足3000瓦的发电机啊 都很少 一般呢是2400 如果足3000瓦 那就标的就是3000多 那我不管那个了 我就想啊 大家需不需要一个发电机呢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呢就给我分析出来 很多要装的理由 他说第一个呢 那你就可以随时补电了 特别是夏天 空调用的多的话 电不够用 发电机就可以拿出来 作为补充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保证你随时补电 同时呢 他呢还有就用电恐慌 他也是油也跟我一样 过了一半就要加油 电台也是这样的 他总想保证80%以上的电 肯定是需要一个发电机的 因此呢 他就算我来买一个 同时呢 我也综合了很多朋友的意见 也观察到了一些情况 他们呢 不少人呢就主张说 没必要买 你买了会后悔的 还有的说他买了一个发电机 现在还没用 要转让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分析了一下 综合了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噪音大 他说你有了发电机啊 你就没有朋友了 也确实是 在没有复合的情况下 噪音还行 我说的是气候发动机啊 如果是才有发电机 直接不考虑了 一旦加上了一个复合 插上电饭宝 或者是插上一些这个用电器 噪音就大了 如果你要想用空调 这样的给车充电 那噪音就更大了 你把它摆上多远 它现尽管十来米长 但是呢 你周边有没有车 有没有居民 如果有车有居民的话 你也不好搞 好 如果没有 你放了附近 噪音呢也相当的大 你自己影响自己 那只有一种情况就可以用 就是说 以车电为主 车电不足了 在白天 或者说是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没有影响到别人的地方 你去使用一下发电机 那可以 在这种情况呢 很少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注射地啊 很多车都会来 其他车一来 你就影响别人 还有一点呢 就是发电机呢 是汽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不考虑的 汽油发电机呢 你加汽油很难 当然有的人 他是把那个发电机啊 直接置身到车里了 然后有个加油口 那可以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打散汽油啊 还挺难的 因为我们又是个柴油车 又跟这个汽油也不同 所以你加汽油的时候 加散装汽油的时候 又是一个问题 很多地方不给加 要么你就到牌子所去打证明 是不是很不方便 因此呢 我想啊 发电机呢 可能还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以后啊 我们解决用电的问题啊 可能还是更多的依靠这些 有电的便宜的营地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长沙的无锡营地 是吧 长沙还有几个营地 尼布克纳兰小宝的一些营地 都非常不错的 他们呢 将来就是我们注车的一个方向 有水有电 是不是 花一点点钱三五十块钱 挺好的 如果是你注册在一些 野外 特别是跟着季节走的情况下 不需要空调 不需要空调的话 你像我们这个太阳能啊 发电了 还有行车充电了 像我的一千二十的电脑 可以使用三到四天 只用一般的照明 冰箱等等 做饭的话 我有气 因此呢 发电机呢 可能也不用了 再加上就是 还可以找一些 新能源的那些充电桌 可以充电 当然了 我们最好呢 还是能够进一些便宜的营地 实在不行 三天还是没问题的 前提是只要不用空调 用空调 那就另说了 因为那个东西呢 是个无底洞 关于这个 要不要发电机 欢迎大家呢 跟我留言 咱们一起 出出主意 讨论讨论 房车到底要不要配发电机 欢迎大家呢 讨论 留言 点赞 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